他们年纪轻轻却出现了严重的听力问题 甚至引发心理疾病 你是否关心过你的听力 请收看走进科学 我的听力怎么了 他们都是现实中的普通人 他们拥有各自的工作 各自的生活 然而同样的疾病降临到了他们的身上 原来他们的耳朵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 其实引起听力受损的原因非常多 而存在听力问题的人也不在少数 只是我们通常忽视了他而已 听力受损的因素会有很多 这个随着老龄化社会的这种发展 年龄是一个影响而听力的一个因素 那么药物 有耳朵性的药物的使用 清大酶素 莲微素 安基塔利的药物会引起这个耳容 噪声 辐射 那么中耳炎性的感染性的疾病 那么都会引起这个经济下降 于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耳鼻喉头颈外科的副研究员 从事听力研究已经20年 无数次的实验以及门诊经历 让他深深认识到 其实就连一个最普通的感冒 都有可能会引起听力出现问题 曾经有这样一位患者 他的听力问题正是源于一次并不严重的发烧 罗宁是一家公司的会计 我才觉得是不是有点问题 但是当时因为工作忙 自己也不会觉得 当时就觉得是感冒 当时就是觉得感冒 后来没有在意 也没有去医院看 直到有一天 我的左耳 突然我们同事从左边叫我 就会说话 我断断续续的听不到了 我才就是很着急 自己的耳朵这是怎么了 罗宁这个时候 隐隐感觉到有些不妙 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他越想越不放心 就来到了医院 而直到此刻 他也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出了大问题 直到做完了检查 一个令他震惊的结果出来了 他的左耳竟然出现了突龙 都不知道有这种病 我都不知道耳朵 人的耳朵还能在 就是还能有一只耳朵聋了 就是听不清楚了 都不知道有这种病 罗宁无法相信这个结果 好端端的 怎么突然就能聋了 然而左耳听不到的事实 就摆在那里 这是他感觉到内心无比沉重 我呢可能就是属于那种 比较焦虑的那种性格 就是耳朵一听不见 我就害怕我聋了 然后我在网上查资料 就说有些人就是好不了了 我当时就是觉得 万一要是好不了了 就很害怕 所以就一直很焦虑 内心的不安 严重影响了罗宁的睡眠 而更可怕的是 或许是因为他的焦虑 一个星期之后 他又出现了耳鸣的症状 而这进一步影响了他的睡眠 他的睡眠时间越来越少 这让他激进崩溃 曾经有一个月 就是三四天 就睡一分钟都睡不着 睡不着之后 比如前两天睡不着 我认为我第三天可以睡着了 结果第三天还没睡着 第四天人就整个就崩溃了 就控制不住情绪 就说那种就哭 就是看就是说什么话都哭 说什么话都哭 就根本控制不住情绪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 罗宁开始恐惧夜晚的到来 连续几天 他的夜晚都是在煎熬中度过 除了徘徊 除了焦灼 他什么事也做不了 只能硬将时间 一分钟一分钟地熬过去 而他还加入了一个 听力问题的病友群 期望可以得到一些帮助 慢慢地他发现 因为听力问题导致心理问题的 并不止他一个 有一个病友跟我说 他也曾经就是因为耳聋 而导致那个最后耳鸣经常复发 就也是就是最有焦虑抑郁 就想自杀 罗宁怎么也想不到 从来未曾引起他注意的听力 竟然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 究竟疾病或者噪音 是如何影响听力的呢 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 耳鼻咽喉研究所 这是一个使用豚鼠来进行的 噪声损伤对比试验 这四只豚鼠是同一胎繁殖出来的 它们的生活条件 营养状况都是相同的 其中两只豚鼠将定期接受噪声的干扰 而另外两只则比较幸福 它们将一直生活在正常的声音环境中 之所以选择这个同一窝的老鼠呢 就是要消除这种个体差异 因为人与人之间 水鼠之间也是有很大的差异 选择同一窝的 或者是品息比较相近的老鼠呢 可以取得一个比较稳定的这种结果 这就是豚鼠将要接受噪声考验的地方 这一次研究人员将在这间屋子里 使用110分贝的噪声源 营造一个持续的噪声环境 试验天数为七天 每天的持续时间为三个小时 不知道这两只豚鼠的听力 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一个星期后 经过诱导电位检测 可以明显得知 豚鼠耳窝的毛细胞受到了损伤 将声音转换为电化学能的器官 是耳窝的毛细胞 毛细胞包括内毛细胞外毛细胞 总数一万多个 那么出生之后呢 它就确定了 随着这个损伤的累积 每减少一个 那么就会丢失一个 它不会再生 随着累积的增加呢 到了一定的数量之后 就会出现明显的听力下降 研究人员继续增加噪声的强度 同时增加暴露时间 他们发现 豚鼠听力的损失变得更加严重 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噪声干扰 就会造成不可恢复的听力损伤 在出现损伤之前 不容易察觉 但一旦出现听力损失呢 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断牙式的一个下降 除了噪声之外 高血压糖尿病都可能会引起听力出现问题 就像这位李大姐 他的血压问题除了引起眩晕之外 同时也引起了听力下降 一般而言 好像我们生活当中 咱们说可能我们会注意到自己的视力 但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自己的听力 好像一般情况下 听力难以受损吧 不 实际上其他的一些疾病也会导致我们的耳朵出现问题 有的时候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到医院一检查 二十多岁 结果发现有一侧耳聋了 再一问他的病史发现曾经得过腮线炎 您看到没有 像腮线炎 糖尿病甚至是高血压都有可能导致听力受损 这其中的关联到底是什么呢 这是同一窝的小鼠 其中有两只患有糖尿病 与您会定期观察他们的听力状况 并做出对比 糖尿病病病人呢 那么他的微轻化呢 在了这个严重的事情呢 会出现这种病变 那么耳窝当中呢 他这种也是一个 有一个血管纹的特殊结构 那么这个他是要维持 耳窝内的高甲的这种成分 也要这种 如果说 他的微轻化出现问题 他的微轻化出现问题 那么就会导致耳内这种 甲粒子的这种浓度的变化 而引起听力变化 高血压呢 那么如果说血管硬化 那么也会导致相应的问题 耳窝中有一只从动脉发出的血管 它可以为耳窝和潜艇提供血液循环 如果它产生静磷 阻塞造成血功不足 就容易引起突发性耳聋 而这两只小鼠 在出现听力问题后 并没有及时为他们控制病情 但病情越来越严重后 研究人员发现 毛细胞死亡现象非常严重 出现突发性耳聋 这个一周之内 那么来及时就医的话 那么给予这种颇旋管的药物 恢复这种血功 还是容易恢复的 但是它时间长之后 它会引起毛细胞的死亡 因为缺氧 那么缺血缺氧 那么会导致这个毛细胞 不可逆的这种死亡 那就指导起来就会比较困难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耳鼻喉科 每天的门诊量可以达到上千人 其中一半以上的病人 都是因为耳朵的问题前来就医 其中不乏一些年幼的孩子 可是令医生感到心痛的是 很多来医院就医的耳病患者 都是病情已经非常严重的患者 甚至已经耳聋 他们在最初出现听力问题时 并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 而医院检查一次所花费的大量时间 更是让他们往而却步的一个原因 2013年的时候 我父亲和我住在一起 他的左偶图案就是听不见了 要我带他去看病 然后我当时工作特别忙 我只好请来一大清早 就带去排队挂号 挂号号了以后的检测就特别多 然后一直快到中午的时候 我们才就是见到医生 可胡庸君并不知道 见到医生也并不意味着 检查可以很快就完成 经过初步检查后 医生认为 胡庸君的父亲 需要做一个听力测试 在听力检测室外面 他与父亲又等待了一个多小时 才有了检测的机会 这是胡庸君第一次走进听力检测室 里面有三台听力检测仪 同时进行着听力检测工作 我们的听力是从早晨上班 八点钟上班 可能到下午六点钟下班 中间是没有时间喝水 没有时间去上厕所 不停地为病人服务 就这样还有大量病人需要预约 这样听力检查是一个耗时耗力的一个项目 就一个简单的检测 耗费了胡庸君将近一天的时间 这对他的触动非常大 他想 如果像家用血压仪 温度计 血糖仪一样 有一个方便检测听力的听力剂 那该多好 既省时又省力 其实遇到同样问题困扰的不止他一个 就连身为医生的于宁 在美国留学期间也曾经亲身经历了一次 就医的困扰 有天早晨起来之后突然耳朵刺痛 这个闷毒感还强烈 就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就没法工作 因为影响你的注意力 也没办法来正常的思考 那么我自己判的可能是有分明中而言 因为在这之前有感冒的发生 我就继续这个 所在这个大学的这个医院 是去耳鼻呼喀括号 但是一下子就给我预约到一个月之后 来做这个看门 作为医生 于宁知道 应该经过听力检测 才能正确判断 自己是否应该采取治疗措施 可是他当时的病情不轻 无法等待一个月 幸运的是 他凭借自己的医学常识 服用了一些药物 控制住了病情 那个时候 他迫切希望 自己未来可以研制出一款 简单便捷的家用听力剂 让听力出现问题的人 不再经受他这样的困扰 18世纪的时候 就已经有外科大夫 或者是当时的医生 尝试着用音叉 扩音器这类的东西 来帮助病人的检测听力了 那么这个东西 其实用起来也很简单 就是往我们的左部 轻轻一敲击 然后在你耳边一放 看你能不能听到这个声音 其实用音叉来进行测定 只是一种简单化的测量 但是真正到医院 要进行到系统的测定 其实还是源于 二战之后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战场上炮声熔熔 很多士兵可能这个时候 听力都已经受损 因此说 大型的这种检测听力的设备 才应远而生 但是这种东西 体积太大了 不方便搬来搬去 如今听力检测的方法 就是依靠设备 发出不同频率 不同响度的声音 根据被测听者 听到声音的情况 来判断他的听力状况 一直到现在 用于精准听力检测的设备 依然无法随意移动 而且在国内 并不是每一个医院 都配备有听力检测设备 到了13年年底的时候 这个想法就更加强烈了 因为看到咱们国内 大量的这种基层医院 是没有这样的设备的 而且国外的进口设备 是比较贵 那么就萌发了 我们要开发自己的这种 编写的这种设备 一个偶然的机会 于宁与胡庸军认识了 于宁惊喜地发现 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胡庸军 有着非常好的程序编写能力 如果他们利用自己的锁藏 或许真的可以一起 开发出听力测试仪 那个时候智能手机已经普遍了 于宁决定 在这上面做做文章 他想智能手机既然可以播放音乐 就能发出各种频率的声音 这对完成听力测试 具备了一个必要条件 手机测试是一件 就是大家在国内国外 都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 手机发出的声音 怎么计量的问题 而现在的没有现成的设备 和实验仪器 来计量它发出的声音的大响 我们第一步就得解决 这个计量仪器的问题 确定测试频率 编写软件 对于他们来说 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一年之后 全球首款便携听力测试仪 横空出世 但是第一次测试 就发现了致命的问题 人的听力在25分贝以下 都属于正常听力 如果超出这个范围 便标志着听力 可能出现了问题 可是大家在测试中 使用不同手机 发声能力不同 测试出来的结果 竟然有着很大差别 从而令人无法判断 自己的听力 是否真的出现了问题 这个就在于 对于这种实验室的 这种工作 带着巨大的工作量 那么 那么每一块手机 你要对每一个强度 每一个频的事情 都要做教准 那么这是一个 很繁琐的事情 但是也必须要完成 之后你才能使得 你的最初来的产品 才能够达到使用的要求 而不是一个玩具 既要找出每一种 手机的音频特点 还要考虑到测试者 所处环境噪声的不同 这可是给大家 出了个大难题 而且 要想知道 发出的声音频率 以及音量 究竟准不准 就需要校准仪器 可是全国当时 只有两台设备 显然无法满足 研发过程中 随时测试校准的需求 他们只能自己设计研制设备 一个看上去不起眼 却非常实用的计量仪器 就这样产生了 为了测试软件的准确性 于宁进行了 无数例临床测试的跟踪 将他的测试结果 与医院专业测试仪器的 结果进行对比 并根据对比测试结果 对软件进行矫正 罗宁机缘巧合地 成为这款听力测试仪的 第一个用户 由于当时治疗不及时 如今他的凸龙问题 还会复发 但他现在使用听力测试仪 就像用温度计一样熟练 每次测试 不仅可以获知 自己目前的听力状况 还可以调出历史听力测试记录 来协助判断 是否需要进行治疗 甚至可以判断出 究竟是该吃药 还是该去打点滴 耳聋这个东西吧 你必须是及时治疗 你就说 你如果不及时治疗 就越晚 比如说你第二天去治疗 可能打一天就好 比如你隔几天去 可能打三天 但你如果隔上几个星期去 也许你就听力 就完全丧失了 就它是跟一个 跟时间来抢轻力的 这么一个病 2016年6月17日上午 绿航星际试验 在深圳正式启动 四名志愿者 进入370平方米的密闭舱内 开展为期180天的 受控生态声保技术 试验验证 这期间 科学家会实时监测 志愿者们的各项生理指标 其中包括听力的变化情况 因为舱内有些舱段 在相关设备开启时 噪声可以高达80分贝 面对这么大的噪声 还有舱内不间断的 本底噪声 对志愿者的听力进行监测 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四名志愿者 在舱内要面对 180天不间断的噪声暴露 那么尤其是在 资源舱和声宝舱 所暴露的噪声 分贝数比较大 我们为了知道 这种噪声对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他们听力变化又是怎么样的 所以设计了这个实验去验证 实验项目组采用了一个 噪声伎量设备 可以对志愿者 每天接受的噪音量 进行量化 从而分析志愿者 在24小时内 累积暴露剂量 可是 该如何对志愿者 进行听力监测呢 项目组与301医院 耳研所于宁研究员展开合作 设计使用便携式的听力设备 来进行听力监测 因为在舱内试验期间 无法让志愿者定期在医院的条件下 进行听力测试 这样 即使志愿者听力出现了问题 也很难得知 从而可能对志愿者的听力健康 造成不良影响 而采用便携式的听力测试设备 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设备 操作的简便 深得志愿者的喜欢 我们在舱里边呢 每天的工作任务很多 也很繁重 有各种各样的测试任务 像这个 我们这个听力测试呢 就比较操作起来 比较简单便捷 这个设备呢 带在身上 也比较方便 如今 这个APP的手机注册用户 高达17万多人 并有380多万次的 测试结果上传 通过这些测试数据 以及他们在医院临床对比数据 研究人员通过大数据的方法 不停地修整 他们希望 听力测试 与温度计 血压计一样 很快便走进千家万户 为听力受损者 提供帮助 袜子都穿不上 夜晚低温男人 志愿者们凭借科技的力量 让那里的孩子 盼来了春天 敬请收看 《走进科学》 超清地